新闻一开始最新的焦点先带你来聚焦 11号凌晨在桃园中立这位11岁的小男童 搭乘了叔叔的车 到中立市这家超商去买东西 不过叔叔把他留在了车上 没有熄火就下了车 突然这位亮性妇人把车子给直接开走 而激紧的小男童不但呵斥嫌犯 要他停车 还赶紧拿起手机来打给妈妈 告诉位置让警方顺利把车拦了下来 从路口监视器可以发现 嫌犯开车在路上高速奔驰 其中一辆原本紧追载后的巡逻车 加快速度绕过停等红灯的机车 到前方想拦住嫌方的车子 没想到嫌犯竟然不顾警方追捕 再度右转闯红灯逃逸 最后警方出动三台巡逻车 继续前后夹击 好不容易才拦下车子 哎呦 你又在我 等一下 你又在我 等一下就听到你了 被警方逮捕还不断喊冤的廖姓夫人 不顾车上有小孩 擅自把车开走 还与警方展开街头追逐站 行径相当大胆 当时坐在副驾驶座的男童 看见嫌犯突然把车开走 虽然一时被吓到 不过他随后镇定的 呵斥嫌犯要他停车 嫌犯原本还安抚男童 要带他出去玩 但男童赶紧拿起叔叔的手机 打电话给母亲 告知车辆位置 协助警方顺利将嫌犯逮捕 而男童的叔叔想到自己 贪图一时方便 下车到便利商店买东西 没有将车子熄火 让只有小学五年级的职儿 经历这场坚魂祭 幸好职儿平安无事 这名偷车的嫌犯 还曾竞选过上一届中立市的里长落选 他拒绝回答偷车的动机 只是摇头说 没想到栽在一个小孩手里 记者黄主华 蔡佩颖桃园采访报道